大家好 美国将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投资禁令 推迟到5月27号 周三的时候 美国更新了对某些中国军事相关公司投资的禁令 将对黑名单上的企业 相关名称相似的公司实施该指定的限制 推迟到5月 目前说是5月27号 路透时候的消息 拜登政府在美国财政部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 说在5月27号之前 对其名称与中国共产党军事公司的名称紧密匹配 但不完全匹配的公司的大多数投资将被允许 最初设置的日期是1月28号 该命令并没有授权与被禁的中国军工企业子公司进行政策交易 去年11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采取行动 禁止了美国对华盛顿 称由中国军方拥有的控制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 加以对北京的施压 该命令要求美国投资者在2021年的11月11号之前 完成全部剥离在这些公司的持股 这被视为是特朗普巩固其对华政策 是一个强硬的政策 迫使拜登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黑名单是9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的 但是美国国防部直到去年开始遵守该法律 公布了这些公司的名字 该目录目前包括44家公司 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中石油 中海油 另外还有什么像小米 华为这些公司 那么人们对拜登政府如何处理新的中美关系 其实是有疑问的 目前拜登也并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迄今为止 美国政府拒绝提供任何 任何关于中国制裁中国相关企业的任何的一个说法 他只是制裁 但是没有进行解释 中国目前来看 这个推迟的禁令 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好事 至少双方这个关系可以缓和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拜登打的一张牌 也是拜登打的一张牌 因为拜登到5月底的时候 5月底这个制裁又开始恢复的时候 那中美的关系又要开始进行谈判 或者进行博弈 你可以说是博弈 这个我觉得首先两点 拜登为什么要给他推迟到5月份 拜登的班子还没有建立起来 他现在第一 国防部长刚任命 然后这个布林肯刚上任 这个 其他的相关政府的人员还在还在等 还在等 相关的任命还没有到位 所以你看到5月份 5月底的时候拜登这个班子刚刚搭成 那班子还没有的时候 跟中国显示强硬 你想想他未来的这个在外交 在国际上很多事物 拜登需要中国支持 所以到5月份之前 其实中美关系可以有个缓和 所以你看这一点 中美关系可以有个缓和 因为拜登并不想刺激中国 所以真正的能够刺激到中国 这些政策还不会出台 中美在5月底之前还是缓和的 因为拜登的班子还没有起来 但5月后拜登会逐渐的 他的班子也达成了 未来会制定一些对中国强硬的政策 他也在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张牌 我现在先把这个禁令推迟 但是到时候去不去还在于我 我就有主动权了 所以你看双方都在找主动权 所以有时候你看 地缘政治也好 包括各国政府间的这种博弈也好 是非常有趣的